今天是开斋节的第二天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以及元首后东姑阿兹扎 在彭亨关丹 阿都阿兹王宫举办了开斋节 门户开放活动 吸引了各族人民 包括外国人士在内 大约7000人前来共度佳节 陛下充分展现了亲民的一面 他亲自接待宾客 场面温馨又热闹 前来的除了有彭亨州大臣 纳都斯·李旺·罗斯迪 以及夫人之外 还有一众州政府官员 以及人民代议室等等 尽管王宫在早上10点钟 才对外开放 但是民众在早上9点 就陆续涌入王宫附近 除了能够近距离见到陛下本人 一些人还和陛下自拍合照